在桃園龜山中和南路市场旁传来诵经的声音 仔细一瞧原来这里是在地百年老庙仁德宫 主持三观大地也是老龜山人口中的三界宫庙 当地里长也微微讲述建庙由来 原来一切都是从百年前来台开墾的先民所带来的香炉开始 我们龜山居的老庙就是也是大庙仁德宫 仁德宫又称为俗称三界宫庙 这个是早期从大陆有一个早期的移民带三界宫路来 来在这个地方落脚 落脚就是这边本来是一片的龙岩树 所以就是人间酒家 民国四十年的时候本来还没有庙 那时候就是地方上的士绅 陈昭才 陈昭元 杨坤山 那个曹丁坡 罗有用等人 然后就是筹资 募集 然后来盖了这个以前的旧庙 从小在当地长大的里长也回忆 现在的老人文康中心路口 以前是片龙岩树林 也是最早供奉香炉的位置 而过往旧庙庙门面向万寿路二段 孩子们都会在庙城广场玩耍逛庙会 或是听齐老说关于三观大地显灵的故事 回想起来进食温馨美好的记忆 现在说仁德公可能大家不晓得 但是说到三观大地显灵 几乎龟山地区长大的人大小都知道 三观大地显灵 那小时候就是呢 小朋友聚集生牌 生竹 或者是玩一些童玩 聚集的一个地方 有那个法会的时候 有那个法事的时候 小朋友最高兴的事情就是 又可以有玩的又有吃的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 乡下的一个童年的回忆 早期 早期一个地方祈祷 他呢 一时他刚好需要用到钱 然后想说这个先借用一下 先活用一下 把那个圆金拿去买 买了买了那个箱 他想说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他买了以后呢 到时候他就趕快補下去 结果他骑脚踏车 整个一把箱 整个就插在那里 所以这个真的是 神明的事情 有些东西是你不能说造势 而在民国75年 当地师生集资重新建庙 不过庙与座像却正好 与旧庙相反 改面向当时刚开辟的综合南路 卫山后街中心路方向 让地方设船繁荣的街区 会因此调转 而后当地街区的发展 也与传闻不谋而合 令人为之称奇 苹果70几年的时候呢 重新改建 改建成现在呢 现在这个形式 然后呢整个庙的坐向呢 整个翻转过来 所以当时呢 有很多人讲说 这个庙的坐向呢 整个翻转过来 龜山整个经济地带呢 也会跟着翻转 果然没有错 一翻转过来以后呢 整个龜山后街啊 开始繁荣起来 所以现在龜山后街 中心路一带呢 变成是整个龜山地区呢 最繁华的一条街 现在那个地方呢 商店营利 然后呢商业兴容 接连着我们的这个 中心南路的这个菜市场 龜山主要的这个 一个大菜市场 刚好到我们这个庙的 这个门口这边来 整个贯穿这个 整个龜山的一个 就是中心地带 尽管一旁就是嘈杂的市场 但一进到人的宫庙堂内 却能感受到一股 安心临近的氛围 闹中取境宛如隔绝红尘 从百年前开墾以来 庇佑龜山市区居民至今 作为龜山人最亲切的三界公 未来也会继续守护当地 目默见证龜山的社会发展与变迁 记得刘雨婷同源报导